哈喽大家好,我是不耍嘴皮子,只说好电影的惊悚哥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限制级伦理惊悚篇 女主竟将姐夫挫骨扬灰,做成冰激凌给姐姐吃 这极端复仇的背后,有着怎样重口又惊人的内幕呢 故事开始,青春靓丽的女主艾莲娜应姐姐的邀请 与她身材装熟的黑人男友贝利一起,去车前去乘交别墅度假 小车扎进茂密的林海之中,并沿着笔直的林间公路飞速穿行 车内,比利手握方向盘一眼不发,爱莲娜也赌气,不给对方好脸色看 这样的冷战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双方互不低头,都在等着对方先脚下投降 对于爱莲娜和贝利而言,也许这次度假之旅,就是一个不错的化解矛盾的契机 迎接爱莲娜的是姐姐卡洛,以及卡洛的男友柯林 两姐妹酗酒未见,激动地拥抱在一起,互相倾诉着彼此之间的思念 进屋后,爱莲娜与贝利因为旅途劳累,准备一起洗个热水澡,缓解一些疲惫的身心 在此期间,两个人依旧板着一张脸,丝毫没有放下芥蒂的苗头 餐后,两对情侣围坐在屋外闲聊起来 期间,姐姐卡洛和男友柯林大秀恩爱 爱莲娜与贝利也忍不住装出一副很亲密的样子 尽管如此,爱莲娜的眼神中,依然不自觉地对姐姐完美的爱情露出一丝嫉妒之色 傍晚时分,爱莲娜一个人在屋外不远处的小河边默默发呆 此时,姐姐的男友柯林猛地在她身后推了一把 和她开了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 爱莲娜被吓了一跳,称怪了几句之后,便又变得喜笑颜开 面对姐姐的男友,她看起来比面对贝利更为从容 两人嬉笑着穿过一片茂密的树林 阳光透过斑驳的树影迎面洒下,像初恋般美好 随后,她没有携手站在瀑布下纵情欢呼 似乎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表面看起来这么简单 外出归来,爱莲娜主动让姐姐卡洛谈心 两人手足情深,爱莲娜也不避讳 将自己与男友贝利间种种矛盾都合盘脱出 甚至连情理之间羞于其耻的事情都讲给了卡洛 她直言,贝利最近正在和她冷战 甚至连续几周都没有碰过自己 卡洛一边劈柴,一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她认为,想要把对方牢牢抓住,就要时刻保持魅力 不仅如此,还要尽可能地用肉欲征服对方 爱情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情欲 只有让男人动情,才能彻底征服对方 对于姐姐的观点,艾莲娜似乎并不完全认同 她觉得,性只是爱情的陪衬,而不是爱的全部 卡洛也不反驳,而是开玩笑地模仿起父亲砍柴时的模样 两人总算找到了共通话题 艾莲娜被斗得前仰后合,暂时忘记了心中的烦恼 夜幕降临,四人来到小河潜水去游泳 接着,他们又办起了篝火晚会 夜渐渐深了,贝莉结果早早休息去了 卡洛也支撑不住返回了别墅 火堆旁,艾莲娜与柯林聊了很久 从男女感情聊到禁忌话题,几乎无话不谈 这一夜,艾莲娜喝得烂醉如泥 柯林健壮色心大气 将不安分的时候伸向了艾莲娜的衣襟 在半醉半醒之际,艾莲娜察觉到 柯林正在对自己行不轨之时 但她的头昏昏沉沉的,根本没有反抗的力气 就这样,柯林强行和她发生了关系 天色渐渐亮了起来,艾莲娜从浑水中醒来 昨晚发生的事情历历在目 但柯林却依然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艾莲娜也没有在第一时间选择声张此事 不仅如此,她反而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可以以此作为要挟,让柯林这个人渣离开姐姐 于是,艾莲娜将她约在小木屋里 并直接了当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不料,柯林却耍起了无赖 一口咬定是艾莲娜主动现身 和她没有一点关系 随后,艾莲娜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将柯林约到了卧室 在美人计的攻势之下,柯林很快沦陷 被艾莲娜蒙着眼睛绑在了凳子上 原以为对方会玩些别出心裁的花痒 却没有料到,她等来的却是棒球棍的重重一击 艾莲娜将其打晕口,用塑料袋套在了她的头上 柯林无法呼吸,终于醒了过来 强烈的求生欲让她拼命挣扎 但艾莲娜绑得太紧,她根本无法挣脱 眼看柯林即将窒息而亡 艾莲娜有些心软,她急忙跑过去 解开了对方头上的袋子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点意外 柯林挣扎过程中,无一将艾莲娜撞到 赤士特的后脑,柯在桌角上晕了过去 短暂的昏迷,让柯林有了喘息的机会 她虽然凳子爬了过来 艾莲娜这时也醒的 她见对方以一副拼命的架势朝自己爬来 于是一个翻身,吸在了对方的身上 用尽全身力气,将其掐死 紧接着,艾莲娜对尸体进行了放血 肢解,蒸煮,焚烧和血迹清理 血液被小心翼翼地收集起来 烧结的骨头也被她砸成粉末 做完这一切后 她又若无其事地返回房间 躺在了男友身边 贝莉昨晚也喝了不少酒 因此直到这上三杆 依然在床上睡着懒觉 对于艾莲娜所做的事情 她一无所知 艾莲娜刚刚躺下 便主动提议想和贝莉云语一番 不料,男友却蛮横得一把箱的推开 事实上,一直深爱姐姐的艾莲娜 从未真心喜欢过贝莉 她只不过是为了伪装自己那方面的取向 所以才做了她的女友 贝莉虽然不知道这其中的内心 但艾莲娜平日里 对情爱之时表现出的抵触情绪 已经让她察觉出了一些疑样 所以,面对主动拓坏送抱的女友 此时的她提不起半点兴趣 但她没有料到 自己的这番动作 为她招来了杀身之火 如法炮炙地处理完男友的尸体后 艾莲娜亲手将柯林以及男友的骨灰捣碎 并封存在一个小罐子里 大部分骨灰被她洒入户中 剩余部分则被她放进了汽车的货备箱里 随后,艾莲娜去车去看望母亲 似乎想和她做最后的告别 没想到,此时母亲亲找的老伴 正在对她大发雷霆 艾莲娜停身而出为母亲撑腰 不料,母亲却站在老伴一方 数落艾莲娜,不懂得尊重长辈 她呆呆地站立在风雨中 显得有些无所适从 告别母亲后 艾莲娜驱车返回姐姐家中 此时,卡罗刚刚睡醒 由于柯林经常早起外出打猎 所以男友的失踪 并没有让她产生怀疑 艾莲娜继续装作着无奇事的样子 并有意无意地劝说姐姐远离柯林 卡罗被气得不轻 因为妹妹看上了自己的男友 想要横刀夺爱 姐妹俩因此闹得不可开交 但事实上,艾莲娜之所以这么做 完全是因为 她对姐姐的感情已经处理了亲情 更像是恋人之间的爱情 但令她猝不及防的是 一直以来对她呵护有加的姐姐 竟然因为一个外人 对自己横加指责 开始闷头为今天上午的聚会 制作冷餐 白色的冰淇淋粉 正在她手中被搅拌成形 看着姐姐的屋外的背影 一个邪恶的念头 由艾莲娜心底升起 她悄悄打开玻璃瓶中死人的骨灰 并将其掺进了冰淇淋中 卡罗马外面的布置返回屋内 艾莲娜告诉姐姐姐 自己昨晚做了个噩梦 梦里姐姐在房梁上上吊自杀 而自己刚好看到了这可怕的一幕 卡罗有些意外 她询问妹妹 在她的梦里 自己是否已经死亡 艾莲娜闪烁其词 没有给出正面回答 而是转身来的屋外 平复情绪 不久后 小屋外来了许多镇上的居民 邀请函早已发了下去 虽然柯林不知去向 但姐妹俩却必须把派对举办下去 此时 许多人手里拿着艾莲娜做的冰淇淋 吃得津津有味 甚至连卡罗也拿了一只 并坐在妹妹旁吃了起来 艾莲娜呆坐在原地 眼泪终于忍不住夺狂而出 一个更为疯狂的决定 在她心头阴影成形 聚会结束之后 艾莲娜接陪姐姐游泳为游 将她约了出来 两人带着福利帮游向了湖中央 眼看时机成熟 她便将做完柯林性侵自己的事情 告诉了姐姐 原以为 姐姐会大发雷霆 加倍呵护自己 并彻底忘记那个混蛋 但结果 却令她大为吃惊 卡罗不禁没有责怪 柯林的意思 反而将矛头对准了自己 指责她 是个不检点的女人 因为她的诱惑 柯林才会犯错 艾莲娜听后 险些崩溃 她终于知道 自己所熟悉的那个姐姐 已经不在了 取而代之的是 一个不分青红皂白的恶夫 她忍无可忍 于是 一把抽掉了姐姐身上的福利帮 并投也不回地 朝远方游去 卡罗不会游泳 没有福利帮的支撑 等待她的 只有被淹死的命运 故事至此结束 电影侵犯 上月2020年 由曼其内利指导 该篇故事情节相对简单 却在导演的刻意安排与剪辑下 产生了一种混乱 颠倒与错位的感觉 很容易让人产生理解上的偏差 因此 在影片剧情的解读上 便存在着许多分歧 有些观点认为 卡罗死于柯林之前 女主艾莲娜 先是溺死了姐姐 这才是美人计杀害了柯林 最后将自己的男友 一并杀死 这样以来 柯林的骨灰被掺入冰激林 最终被姐姐吃掉 就说不通了 还有观点认为 艾莲娜自始至终 只杀了柯林一个人 姐姐卡罗 虽然被晾在了湖中央 但也并没有死 柯林也没有被杀 因为并没有 实质性的镜头证明 这样以来 在女主因为被强 而进行复仇之后 她所呈现出的负罪感 并不足以支撑起 在影片中 进行如此夸张的表达 因而 我们可以大胆地推论 有着同性情节 又报复性极强的 残忍嗜血的复仇者形象 就被成功地塑造出来 艾莲娜的悲剧 与她偏执而有敏感的性格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主流的社会语境 又将她对姐姐的异样情愫 深深压抑 为此 她不惜找了一个 她并不喜欢的男朋友 来把自己伪装起来 而当这种伪装 被无情地撕开之后 艾莲娜所要面对的 是自己伤痕累累的内心 以及毫无包容的残酷现实 电影名为侵犯 不仅停留在 柯林建设起义 和女主强行发生关系这一层 同时 也双关赖联那疯狂报复 收割了更多的无辜生命 而该片之所以能够获得 第45节多伦多国际电影节 午夜疯狂单元奖提名 以及最佳加拿大电影提名 则完全归功于其 对人性 欲望 伤害 乃至仇恨的多角度解读 有喜欢的朋友 可以去看原片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优积网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